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学习主事到圣人的教诲 就是要回归本善 回归信德 就是要唤醒我们的良知 本有的良知 所以这个金 孤 须 寡 敬老 怀佑 金 须 敬怀 这样的善心都是我们本有的 都是透过经文让我们提起这一份善念 而在历史当中 像很多的贤臣 圣贤 他们都有可能家庭出现这样的一种窘困 像宋朝的赵康进宫 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而他的母亲立志努力抚养他 教育他 所以这样的女子都是很真烈 很守洁又为孩子着想 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一个母亲这么样的伟大 这么样的不畏艰难 当然他这一份气节 已经深深感动他自己的孩子了 所以后来就考上进室 成为汉陵学士 这个都是国家最有智慧的学者 结果 这个赵公就请求能够 封赏他的母亲 我们看到这些叙述 都感觉得到古人历身处世 就有一个知恩报恩的态度 你看他显贵了 他时时想着 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结果他就跟宰相说到 可不可以赐封他的母亲 宰相跟他讲 你现在对国家的贡献 皇上要大封你已经不远了 意思就是说 假如你现在封你母亲 你的大封就没有了 结果赵公讲 我母亲守寡 这么久 今年82岁了 早晚随时可能生命 都不一定能保得住 希望赶快封赏我的母亲 让天下人知道 这都是我母亲 对我的养育者恩 应该把这一份荣耀归给他 所以在中庸里面有一段话 让我们非常感佩 古人这种不忘本的态度 一个读书人 父为氏 他父亲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子为大夫 儿子当了大夫 当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 葬的时候是用一般的读书人 但是每年祭祀他 都用大夫礼祭祀 就是昭告天下 这一个长者老人 为天下教育出了一个大夫 所以每年都用大夫祭祀 所以这个赵康进宫 他的母亲 虽然是寡母 但是因为有气节 就成就了一个栋梁之才 又有一位李云 这个读书人 三岁的时候 父亲就过世了 而且 身边的亲朋好友 就一直劝他母亲改嫁 因为孩子才三岁 应该 他母亲的年龄都还很轻 结果他的母亲就 很生气地对着那个人讲 说夫妇的道义 本来就是天伦 这个死身 命中有注定 但是我宁愿饿死 我也不愿意再改嫁了 于是他坚持心意 固守他的贞结 教导他的儿子 后来他这个儿子也考上 进室当了大官 所以 确确实实像这样的女子 神明世人都非常尊重他 所受的善报也很优厚 因为这样的女子 他尊重人伦的道理 绝对不是为了孩子以后富贵 是因为他这一份结义 他的孩子一定也是有气节的人 一定也是重道义的人 所以以后就显贵了 所以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也是让所有这些寡妇 能够有所迂寻 这些人伦之道的 而且能够自立自强 而身为孤儿 也不可自暴自弃 我们刚刚讲的例子 包含历代的这些圣贤 很多都是从小父亲去世的 而且都很沉大气的 他举了很多名人 宋朝的张世迅 都是苦心立志向上 后来当到宰相 吕毁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而且也是潜心修养读书 当上玉史忠诚 包含欧阳修先生 这都是从小上父 最后都当到宰相 所以遇到家庭人生的错愕 也要不气馁 自立自强 以糟糕父母长辈在天之灵 好 接着我们看下一句经文 敬老怀幼 这个老呢 繁殖呢 年龄比较长的长辈 而我们体会啊 长者呢 他阅历都比较久 历史比较多 所以他人生有很多经验 事实上呢 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去吸收 这个时代呢 这个敬老的态度不足 所以 很多各行各业的 智慧能力啊 没有得到很好的沉传 现在其实年轻人没福在 不敬老 得不到宝贵的经验智慧 那为什么不敬老呢 年轻人傲慢 自以为了不起了 知识爆炸了 懂了一些知识啊 年长的人不知道 自己就觉得自己比较厉害了 其实那些最重要的 做人做事的道理啊 不是从知识里面学得到的 都是从人生当中深深体会 才能够悟出来的 所以这个敬啊 很重要的 用一份自成的心呢 去爱护长者 让长者啊 能敬 安养快乐 来度过他的余年呢 这个敬呢 是到什么 一个念头 一件事啊 都不敢怠慢 包含 跟老人讲一句话 不可带情绪 端一杯水啊 双手恭敬的拿 而这个寿命啊 居五福之先呢 我们说五福灵门呢 这个寿啊 是排在第一位 而且老者呢 大部分呢 是我们父辈 甚至是 祖父辈的年龄 人能长寿啊 长寿是果报 他没有修 无微不实啊 得不到健康长寿 所以看见老者啊 我们就能想得到呢 他是前世有善根 有根气啊 今世又肯积德啊 他才能得长寿 况且他年龄长啊 凡事呢 都比较练达 正可以让我们呢 学习效法 而且啊 能够啊 获得很大的利益 自己受益 所以啊 怎么可以怠慢呢 我记得了 我那个时候 还在补习班呢 还没有到学校 教书以前 刚好有机会啊 清静陈真老师 他教书三十多年了 代表什么 他教书的时候 我都还没出身啊 那些教育的经验智慧啊 这么多啊 那我们 这些晚辈啊 能向他请教啊 那是入宝山啊 所以这个恭敬啊 得大利益 傲慢啊 很多福报啊 就折掉了 所以 所以 从这些话当中啊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编辑这个太上感应篇 汇编的作者 确实处处流露啊 苦口婆心啊 希望我们能转变 心态啊 实实跟道相应啊 急功累得 而一般的世人啊 因为常常看的老人可能 行动比较不便啊 有时候会忘东忘西的 很容易啊 就产生了厌烦 甚至呢 侮辱老人 谁肯愿意啊 小心侍奉 对待呢 但不知啊 有一句俗话讲啊 敬老得老啊 尊敬老人 我们以后老了 就得人家尊敬啊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啊 所以在 这个古代啊 有一个读书人呢 叫杨大年 若冠就考上进士 若冠是二十岁 不简单啊 二十岁就能考上进士 才华洋溢啊 但是呢 嗜才傲物啊 跟当时候的老臣 周汉朱昂 都是啊 在宫廷里面做事 结果因为这两 两个老者啊 都年龄比较大了 就这个杨大年 年轻气盛啊 常常讲话 不恭敬啊 侮辱他们 结果 周汉老先生就讲了 君莫武无老啊 你看这老人有修养啊 在劝他的时候 还是很尊重他 用君来尊称他 你不要 不要啊 取笑我们老啊 老中轮到君啊 你也将会老的 这个朱昂老先生呢 说到啊 不可以不恭敬啊 他是讲 末语末语啊 不可以不恭敬啊 重复了两次 假如你这个态度 敢来的呢 以后啊 也会有人侮辱你了 结果呢 杨大年呢 壮年三四十岁 就去世了 你看这么有 能力才华 心态不对了 折掉福气了 所以作者讲呢 无怨少年亲脖子 我希望啊 年轻人呢 比较气盛呢 比较容易 轻慢他人的人 读到这个公案啊 赶紧 回头是按 反省自己的态度 应该啊 存有厚道 存有恭敬 来代老人 代他人 凡遇到老者啊 应该能存平等的心 不论他是富贵 贫贫贫 都要流入了爱静的态度 只要有这样的恭敬 相信啊 我们所感召来的呢 也会是长寿的果报 所以这个敬老啊 在整个中华民族的 沉传当中啊 那是历代都是如此 这样的历史啊 从皇帝尧顺羽汤 在上书 在经典当中啊 都特别强调 所以师长也常常讲到呢 一个人的性德啊 都是从孝敬开发出来的 没有恭敬啊 就与道相伪了 太张感应平说 是道则敬 非道则退 什么是道 恭敬 敬老就是道 有一个读书人叫王斌 他年少的时候啊 身体很不好 瘦到皮包骨 自己呢 也想说啊 这么不好的身体啊 可能寿命也不长了 而他也很有善根啊 觉得自己寿命不长了 只要见到老人呢 他都非常恭敬羡慕 当有人 有老人呢 走过他们家 被他看到了 纵使这个老人呢 他家事很平贱 他都会起立给他致敬 在路上遇到老者啊 绝对 恭恭敬敬 让他先走 后来啊 这个王斌的病啊 就痊愈了 最后呢 他活到呢 九十三岁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 很 很鼓舞 他改命了 九十三 我算一下 我假如活到九十三的话 那就还有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还可以听师父讲经啊 那这一生 就可以好好把握了 但是呢 首先要敬老 才能有这么 这样的好的果报 为什么呢 这个修行啊 往往呢 因为寿命不长啊 前功 敬弃啊 所以修行 最大的魔啊 是死魔 死了就形成很大的障碍 那诸位学长 诸位同仁 请问大家 前一世是不是修行人 你这么没信心啊 这一生来红法立身 哪有可能说 前世不是修行人 一定是的嘛 请问大家 记得前世的举手 是不 然后你看 一晃了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过去了 才闻佛法 然后几十年又染上 这么多习气 光是对质 就累得半死 你看这死厉不厉害 所以不能再死了 叫不受后友啊 就不再投胎了 这一生就要 不老不病不死了 要活着往生 往生不是死啊 移民到殊胜的西方净土去了 所以这一生不能再糊涂了 不能再死了 要精进用功啊 到不老不病呢 能知道什么时候去 难不难 你们刚刚才读过 大四字菩萨念佛缘 应该要回答 不假方便 智德心开吗 兜色六根 敬念相继 而且大家要看 与其同伦 五十二菩萨 这五十二什么意思 就一个人从修大臣佛法 就出性位开始 到妙觉位 五十二个阶位 不用其他方法 就这一句阿弥陀佛 牢牢实实念 这五十二阶就超 就可以弃入了 你看多殊胜 自洁自圆自顿 自方便自了当 自快速 这么好的万德鸿鸣 被我们遇上了 结果我们还不老实念 你说不是 全宇宙最大的福报 掉在我们面前 然后我们还继续睡觉 还继续随顺自己的习性 但没办法了 这么大福报就糟大掉了 好 所以这里又讲到 随朝有一个出家人 已经一百多岁了 超过一百岁了 身杰法华妙意 曾经告诉大众说 平身敬老人如父母 侍奉他们当菩萨一样 侍奉 凡是我做得到的 无不尽心尽力 去服侍老者 所以他说到 我今生能通佛法 享年一百多岁 皆是因为敬老的功德 所赶召来的 这是过来人讲的话 所以大众 诸位 我们 四众弟子 不可以 五路 轻慢老人 折损了自己的福寿 所以 名利场中 世间这些名利的追逐 谈止 变过 一下子 如过眼云烟 所以 更重要的人生 应该 在自己的德行当中 多下功夫 多提升自己 否则 空来人世间 糟蹋了这一生的岁月 所以 诸佛所愿 都是希望我们 受命长远 受命长了 就能修行正果 所以往生 第一殊胜 无量寿 那就当生 一定可以成就了 所以佛菩萨 都希望我们 受命长远 愿我们 勤行一切善 愿我们福德 荣圣 能广计一切 人 去帮助一切人 然后去给他们介绍佛法 所以 这一位 僧人 在劝告 年轻人 不要 世财 傲物 傲慢的 老者 所以也不知 受 受命 是天之所欲 其实就是 修来的 福报 而且 老人 都为 历代的 天子 所尊重 纵使 很有才华 都不一定 能 受命 长久 其实 说实在的 有一句话叫 因年 找世 这一句话里面 我们假如 深究 那个原因 很多时候 往往是因为 很有才华 但是 太过 傲慢 瞧不起人 折损了 自己的福报 这个时候 才华就变成灾难 才华 生之灾野 要慎重 好 这个是我们 谈到 敬老的部分 还有怀幼 年幼 他需要 人 照顾 教育 所以这个 怀当中 还有保护 在里面 而 我们 面对 现在这个 时代 孩子 假如 没有 接受 伦理 道德 因果 的 教育 整个 电视 环境 又很容易 染上 坏习惯 那这些 孩子们 得了 人生 却不能 了解 做人的 道理 这是 非常 可悲 的事情 所以 世间 有真正 好的 这些 教诲 才能 让这些孩子 成为 人才 动 梁 所以 复兴 中华文化 恢复 教职道 跪以专的 教育 这个 很重要 才能 救了 下一代 才能 让下一代 有人才 从我们 自己的家庭 不孝 有三 无后 为大 从整个 社会 民族 假如 没有 好的 下一代 那我们 这一代人 也有 亏本分 所以 我看到 我们 现在 衣衫 晚上 很多 小朋友 来 学习 像我 昨天 在二楼 好几个 小朋友 看到我 都主动 跑过来 九十度 鞠躬 我真是 兴花 怒放 真高兴 很欢喜 而且 很欣慰 我们是 二十多岁 才开始学的 他 这么小 就可以学了 我们 这一代人的苦 不能再 让他们 走这种 弯路了 从 明年 我们 三月份 早上 还会 开半天的 私塾办 我们 好好地 来 力行 老祖宗 留下来 这些教育的 智慧 呈现 很好的 一个成果 出来 让大众 对我们 伦理道德教育 有信心 他一有信心 慢慢地 整个教育界 就会恢复 教制道 跪以专的教育 这样是怀佑 救了下一代的教育 让下一代 有真正的人才出来 所以这些教学的老师 任重道远 这个重不是重量的重 是重要的重 好 那今天先跟大家 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